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歡迎來到深夜的美食食堂 為什麼是深夜呢 因為我現在錄影是凌晨2點的時間 然後我剛剛在吃宵夜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現在手邊好像有蠻多零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本人是非常的愛吃 然後就想說欸我手邊剛好有我覺得好吃的東西 就趕快來錄一下影片跟你們講 然後因為我本來是打算要睡覺的 所以我現在是呈現一個沒有化妝的狀態 就是黑眼圈潮身然後雙眼無神 請大家就是不要見慣啊 今天的主角是我的餅乾們 好的馬上進入第一個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這是我上次去灌IKEA的時候買的 他的名字叫OBOY 應該是這樣念吧我也不確定欸 他們是 他這個是巧克力粉 然後我在家喝的時候我都是用牛奶去沖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是他用冰牛奶也沖得開 因為有很多沖泡式的飲料 用冰水溫水是完全沖不開的 但是他們這一款你只要用冰牛奶放進去 然後再加粉下去 把用湯匙拉來 他就會溶解了 只是他有時候上面會有結一些小塊 你只要再把他壓開來 然後再把他攪均勻 他就可以融合了 然後他的味道我覺得很好喝 就是不會太甜 因為他是就是自己抓份量的嘛 我大概大概一杯會加三匙左右 如果你怕甜你就可以加個兩匙 他們家我覺得喝起來的味道 跟阿華甜的那種不太一樣 就是比較像是外面賣的巧克力牛奶 不像是阿華甜的那種巧克力味道 我不太會形容就是 如果你們有喜歡喝巧克力牛奶的話 可以去買來喝喝看 我自己是很喜歡喝 我現在每天會喝一杯喔 超肥的 但是管他的 就是很好喝阿 而且他用就是 你把牛奶加熱以後再用這個喝也很好喝 就是一個非常療癒的飲料 冬天喝就覺得很溫暖 如果你們有喜歡喝巧克力牛奶的話 可以去買這個回來喔 而且他一個這樣子才200多塊 而且他的份量很多 他這樣子一整個打開來全部都是粉 他是這樣 然後裡面是粉 粉狀的 然後我每天喝現在也才 還有二分之一左右 就是用量滿省的 所以 欸 用量很省這樣好像粉底液喔 就是 他還可以 喝很久我覺得 我現在每天一杯 然後我跟我姐兩個人都會喝 然後現在才有二分之一 之後 喝完我一定會再去補貨 好 再來 下一個是 這個 杯子蛋糕 為什麼會這麼突然的出現一個杯子蛋糕呢 因為這個其實是我姐買回來的 我不太確定台灣它的櫃在哪裡 它叫做12 Cupcakes 我會在網路上找到他們的官網 再放在下面的資訊欄中 如果你們有想要可以再去買 它的味道是我目前在台灣吃過最好吃的杯子蛋糕 我真的沒有誇張 因為我吃過蠻多杯子蛋糕的 但是有一些杯子蛋糕 他們就是屬於那種 滑而不實的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但是吃起來很噁心 有的就是上面些奶油很膩啊 或是下面的海綿蛋糕的部分 不是很硬 或是很鬆 不然就是完全沒味道 但是他們的杯子蛋糕 下面這個巧克力的部分 是有味道夠 但是又不會太甜 而且吃起來也是鬆軟的 然後上面的這個鮮奶油的部分 它其實不算鮮奶油 就是上面花的部分 我不太確定那是用什麼材料做的 吃起來也是好吃的 不會說很甜或是味道很噁心 他們家的吃起來 我是很舒服的把它吃完了 因為有的杯子蛋糕就是吃起來很噁心 我就是吃一口就不吃了的那一種 但是他們的 我就很開心的把它吃完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買杯子蛋糕送人啊 或是假設說去探班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都覺得很適合 可以去買他們家的杯子蛋糕 就是很好吃喔 再來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國外的部分 接下來的都是我朋友出國買回來送我的 第一個先跟你們講 這個Polky的巧克力棒 這個應該還蠻常見的 但是 就是很多人從泰國帶回來 他們是帶那一種 一般的就是一般的餅乾 配上香蕉的料 但是我覺得那一種 對我來說我就覺得沒有很好吃 但是這個口味它是巧克力棒 配上香蕉的外面那一層 我就覺得吃起來的味道還蠻豐富的 因為它裡面是巧克力的餅乾 所以吃起來不會像一般的那種餅乾 有種空虛的感覺 就是巧克力口味我覺得 吃起來比一般的好吃很多 所以你們如果有朋友去泰國 要買Polky回來的話 可以請他們帶巧克力口味的 你為什麼要看鏡頭 我現在講 它已經睡到臉都歪掉了 好 反正就是 這個可以帶巧克力口味的回來喔 再來 是這個 泰國奶茶 它裡面是 這種小包裝的 我不知道這個叫做什麼名字 因為我看不懂泰文 而且它的包裝非常的神奇 它整個包裝就是 下面這裡寫了 泰奶茶三個字 然後 其他就沒有任何的中文了 我就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 它的包裝不是 你前面有中文後面應該有中文嗎 或是你前面有英文後面也要有英文啊 但是它就 那個 外面寫了一堆泰文 然後 就 消失了 你就無法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的味道很好喝 因為 我自己是奶茶控 我喝過 就是出去外面 如果要點飲料 我一定會點奶茶的那種人 然後 這一包泰國奶茶 我喝起來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 外面 它喝起來不會像是瓦城的那種 泰國奶茶 但是 我覺得 以沖泡式的 奶茶來講 它的味道 算是 表現得還不錯 就是 喝起來 不會太甜 但是又有泰國奶茶的味道 你們如果有去 泰國玩的時候 可以 注意這個包裝啊 因為我真的不會黏 你們就是可以找 看看有沒有這個包裝的 泰國奶茶 可以帶回來喝 好 再來來到韓國的部分 大家不好意思 這邊我有點錯亂了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東西 其實是從比利時帶回來的喔 第一個我要剪 醬的是 這一個 我不知道它叫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就是它的 餅乾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多粒多汁的那種餅乾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它厲害的是這個 起司醬 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一起賣的 但是 這個 多粒多汁的餅乾 配上這個 起司醬 就很好吃 就是 我打開給你們看 它就是 而且它這一包 很多 就是 打開來的分量是很厚的 不會像台灣的餅乾 打開裡面都很細 很神奇那一種 就是它裡面就是多粒多汁的那一種餅乾 然後是 那種原味口味的 就是沒有另外的味道 然後 我就會把它加上這個 醬 它這個醬真的很好吃 它裡面是這樣 固固的那一種 固 然後我就這樣子 沾 而且我都沾超多 我超愛吃起司的 就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沾上去 然後就 啊 嗯 好好吃喔 再吃一遍 它的味道就是 要怎麼形容 嗯 就是 有點像 你去外面吃 起司鍋的那種味道 很濃郁 不是那種很空虛的 我很討論吃到很空虛的起司 它是很濃郁的那一種 所以 它上面寫這個叫做 coco嗎 我不確定 而且 欸 這是韓國的嗎 為什麼覺得它上面不是寫韓文字 欸它們應該是同一家的喔 因為它們的logo是一樣的 好 我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韓國的 我現在有點錯亂了 不知道它不是韓國的 我在跟大家講 我有點錯亂了 不好意思喔 我會再查一下它的這個牌子 然後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沒放 就代表我查不到 我就會 就是我忘記這什麼牌子 我覺得就是 很好吃 推 好吃 再跟大家講說 是 到底是從哪裡買回來的 我也不太確定 好再來是 這個 韓國的炸醬麵 它是韓國的泡麵 韓國的泡麵超有名的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然後 那個 這個 雖然我還沒開過 但是因為我之前去韓國玩的時候 我有去吃他們的炸醬麵 我是在明洞的 路邊的小攤吃的 它就是食尚玩家有介紹過 然後我就去吃 就是 結果超級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想起來還是 忘不了那個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屬於那種 甜甜鹹鹹的 然後 就是你如果去吃 你會完全顛覆 炸醬麵這三個字 在你腦海中的印象 跟台灣的完全不同 你沒辦法用台灣的炸醬麵 去想像 韓國的炸醬麵是什麼樣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們有去韓國玩 拜託拜託 一定要去吃他們的炸醬麵 真的很好吃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韓國玩的時候 就是我明明 我已經吃完晚餐 但我就看到它 我就覺得不行 食尚玩家介紹過我一定要買 我就超撐 然後就把那個 帶回我的 民宿裡面吃 結果我明明就已經超飽 我還是把它一整碗又吃完了 真的很好吃 我沒騙你們 快點去吃 快去吃韓國的炸醬麵 好不好 必推 希望它的味道 是我記憶中的韓國炸醬麵味道 讓我再 回想一下 回憶當初的韓國記憶 就跟香水是一樣的概念 好的 我好像已經介紹完了 就是也沒有很多 小屁我真的是就是隨便心血來炒 想說來錄給你們分享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再幫我按個讚 或是如果你們有看到哪一個 覺得是好吃的點心 想要請朋友買回來的話 就可以直接把影片貼給他 因為 我不太確定他們每一個 食物到底是哪個牌子 或是 到底叫什麼 如果我有查到 我會全部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再去查哪一個 是你們覺得好吃的 再請 朋友買 或是你們自己出國的時候再去買 所以 如果 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再幫我按讚 如果你們想要每週都看到我的臉的話 再訂閱我囉 那以上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希望有一天我們會見面好嗎 希望我們有一天就是 可以面對面的交談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很尷尬 但是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見面喔 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